欢迎来到查理聆听式弹短琴 这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初级者和中级者的琴师常犯的十种错误哦 我们来看看第一种错误 弹琴就不可以留长指甲 只要把它剪到短短的 想要留长指甲呢 就没办法掌握好弹琴的技巧 想要掌握好弹琴的技巧呢 就要牺牲到他们 如果你不愿意牺牲掉他们呢 那你只好掌握不了弹琴的技巧咯 所以为了掌握好弹琴的技巧呢 我只好牺牲掉他们 一个 一个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到第四种错误 就是很常人家都会出错误 就是很常人家都会出错误 出错误的 那个手呢 不是平平的 就是 懒惰手 要不然就是那个手爱跳舞 也好呢 可能 弹得很像 很high了 哇 那有人这样弹琴了啦 弹琴的时候呢 手就好像握着力球 这样子 也不是平平的哦 是这样子 固着的 然后 手弹琴的 哦 那个姿势呢 不是这样子 懒惰手 停起来 然后弹琴的时候 不要跳舞哦 就想 接着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十种错误哦 快但在韩愿时 糟糕 都属 寓 inspections прис寓 有 抑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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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